好,现在咱已经有200多年了就正式开始来给大家培训 2021年全国学籍系统业务培训内容 我们今天讲第一讲 我是河南省贺比市冯丽心老师 可以说在前面很多学籍业务为大家制作了一些教程 但是能系列的给大家讲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这是我们第一场 首先我培训的逻辑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整个我们学籍管理员要掌握学籍系统环境 也就是我们将来用什么操作系统 用什么浏览器 浏览器怎么设置才能够正常运行我们的学籍系统 这个是 首要讲的 第二是学校管理 对于学校 特别是新学校如何设置 另一个一般学校如何去查看学校管理 当然 有时候我们还要管理班级 年级等等 毕业升级 毕业升级这个是哪个学段小学初中高中所有的学校呢都要设计到在7月份进行毕业升级 所以说我把这个给大家放到前面来 招生录学 招生录学主要是指初中高中 这两类学校 小学呢 它不存在招生录学 它存在 学籍注册 招生录学里边呢 包括跨省业务 也就是跨省招生 所以说我把跨省业务给大家放这儿 今天呢 我们就培训到学籍注册 明天呢 我们再讲综合查询 学籍移动 日常管理 问题学籍 也就是学籍管理员 所要操作的 咱都要培训到位 都要培训到位 另一个作为学籍系统呢 现在已经精确到各位 它是实时变动的 学籍系统正精确化 支撑国家的教育决策 学籍的政策是 一人一籍 一个学生 一个学籍 籍随人走 也就是说 学生走了 要把他的学籍进行 转学 移动 人和籍要一致 既正式学籍 既开头的 也就是身份证号前面加个既 叫正式学籍 一人一籍 终身不变 也就是身份证号不变 他的学籍就不会变 要维护正式学籍的强威 也就是说 学生的学籍号 如果是既开头 他正式学籍 不得随便 随意的变更他的身份证号 或者说把身份证号 修改 或者说注销 如果需要注销的话 就是身份证号 双户口的 会被注销的 要有派出所的证明 而且呢 改正式学籍 必须经过教育厅的批准 才行备案 当然 刚注册学籍 存在有些学生姓名 和身份证号 不是对应的 也就是根据 与公安部 数据库去对接 会产生临时学籍 L开头的 临时学籍呢 它也是有一定权益 也是学生 要生成正式学籍的 一个必备过程 所以说 临时学籍 也有它的权益 保证 好